有Rentag的Agent跟没有Rentag的Agent 你到底会选谁来跟他买property呢 通常很多会跟你讲 找那些有Rentag的来买property啦 可是真的是这样嘛 因为你可以看到market账啦 尤其是new project 很多卖着project的也是没有Rentag的 但是他们也是照样卖嘛 这样很多人就会质疑说 哎呀这样我看到他没有Rentag 我不是不要跟他买啦 可是今天我问回你啦 你觉得developer staff有Rentag吗 因为市场上很多developer staff 也是没有Rentag的 可能有几个会有啦 但多数来讲全部都是没有Rentag的 这样你有跟developer staff买 既然你说买property一定要跟有Rentag的 才可以买对不对 你也可以看到现在市场上 很多越来越多的Sales Gallery 他们开始没有developer staff了 因为请developer staff是一个costing嘛 他们也是开始叫一些agency的 agent在那边station 来帮他们长那个Sales Gallery啦 如果你今天是要买subsell的话 当然我会建议你会找有Rentag的一个agent 可是你也要看情况 因为就算你有Rentag 不代表说那个agent会做事情 有些agent他依然是没有Rentag 可是他真的是做到事情 而且他做的东西也非常有条理 比有Rentag的agent做到更好之外 他其实knowledge储备全部都已经是很好的 他就是没有拿Rentag 这样你问我为什么啊 可能给你一下吗 因为我们讲着啦 我们拿这个Rentag 我们每年都是要做一个renewal的 那renewal也是要几百块 然后我们给了几百块renewal过后 他不单单是给钱的一个renewal 就是给了钱过后 我们还要去上课 上课去refresh回我们的knowledge啦 这样我们上的课程呢 基本上也很广啦 有关于到land due的 然后也有关于到property 就是high rise啊那些啊 或者是一些stative procedure啦 就是主要就是带给我们一个refresh 然后重新remind on我们讲 我们的一些职业操守啊等等 那如果说你遇到说 有一些agent他是没有Rentag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做的另外一个步骤就是说 因为很难讲的哦 可能这个agent他没有Rentag 可是他有你要的货 然后其他有Rentag的agent 就没有你要的货的时候啦 在做transaction的时候 你就要很小心了 就切记永远不要把那些 earnest deposit啊 booking fee那些transfer去 去这种没有Rentag的agent 就算有Rentag的agent 也不要transfer啊 不要傻傻的 有有有Rentag没有Rentag 你的transfer去agent的account 这样你就很危险啦 ok anything关于到钱的transfer的 transfer去agency的account 或者是law firm的account啦 那law firm一定安全吗 嗯不一定啦 因为 怎样讲呢可以讲嘛 ok随便啦 呃有些 有些人当利益很大的时候 就算掉烧掉执照 也可以弥补回 他眼前当下的这个利益的时候 很多事情是可以发生的啊 当然我不是讲全部啦 只是说每个行业都会有 自己的一个老鼠死 ok so当你每次做transaction的时候 你都要非常小心哦 无论是你transfer去agency的那边也好 或者是lawyer那边也好 看好那些terms and conditions 然后自己要更谨慎一点哦 呃不要太过云盲目说 哦有有Rentag的就一定安全 没有Rentag的就不安全哦 对不对 谢谢 好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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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